坐在戶外带小孩阅读 照顾孩子不只要花时间 一个月下来开销也很惊人 一个月的开销 应该一万坡的养奶 可是他现在其实也喝蛮少 然后妙部 因为他平常吃白天 也都没在用妙部 花营养品 不买玩具奢侈品 光是基本开销就很高 每个月下来得花上一笔钱 但好消息来了 正要宣布下个月开始 调账育儿津贴 育儿津贴去年是两千五 现在是三千五 下个月就五千 八月开始家中两岁以上 未满五岁小孩 综合所得税不到百分之二十 加上自己带货 就托私利托婴中心或幼儿园 第一胎育儿津贴提高到五千 第二胎六千 第三胎以上每个月七千元 一个月补助换算下来 能够多买食保尿布 好康不止这 上学也有补助 这个就蛮有帮助 大家一定会想说 你教学多元的话又便宜 大家一定都想要 家中孩子到了上幼儿园年纪 如果选择公共化 准公共化幼儿园学费 降到三千元以下 养小孩花费高 大多人选择不胜 担心养不起 国家提高育儿津贴补助 解决少子化问题 三地新闻余德勤 楼培与台北采访报道 花费 桑 再次